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今個月交了月費 五月初記得幫我報名 5月23至28日去My Radio看現場版 你幫我交多次月費 那就可以一起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你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第三節大香港早晨 myradio和環節日報聯播的早晨節目 今節有關新聞採訪的 一個新聞事情 都想探討一下 就是關於 香港政府的官方 那裡 禁止香港大專的新聞系學生 在官方場合做採訪 多次拒絕 用不同的理由 場地等等 大專新聞工作者聯席 就去信了給政府 方面 就表示遺憾 對於這件事 今早我們就找到訪問 就是 是浸會 我怕我說錯了 浸會大學的新聞系 就是港師 呂炳權先生 就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這件事 早晨 呂炳權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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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現在就是老師 就是我們認識呂炳權 就是無線記者 今次就有一個大專新聞 教育工作者聯席的一個去信 就是多次就在 新聞系學生 在官方場合做採訪都受到限制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限制是 是近年才發生 還是其實多年來 就是一些大專的新聞系 實習學生 其實在一些官方場合做採訪都遇到困難 其實就已經發生多年了 那如果你說近期一些的 大家關注 就可能是這個新界東的補選 和之前的這個區議會選舉 但是很多官職的場合 例如就是譬如說施政報告 裁政預算案 或者是政府有一些記者會 基本上所有的這些官職的場合 就是我們大學裏面 或者大專界的學生記者 即使你有註冊的刊物 在政府裏面是有定期的 黑板的刊物都好 都是政府方面 都是不認為你是一個 他們認可可以採訪的媒體的 所以我們發覺政府這麼多次 比較恩賢保守的做法 以及整個世界發展的大潮流 根本就是對媒體是越來越開放 而且你越來越給這些網媒 或者學生媒體 基本上有採訪權 但是政府就是用一個很傳統的態度 就是用一些理由 包括場地 包括安全 就是這個秩序 去拒絕 我們就是覺得很遺憾 而且覺得政府是沒有與之並進 而它界定什麼媒體有採訪權 基本上都是沒有一個清晰的標準 我們寫信希望它解釋 為什麼你有些註冊媒體又可以 有些又不行 即使有時那個場地是有位 它都是不讓你進入 對方都是沒有解釋得到的 所以我們是感到很遺憾 即是說在官式場合的情況之下 即是說學生 即是實際學生 見到現場採訪區 或者場地是有空位的時候 但是官方那邊的保安 都不容許大專的新聞藝學生 去做一個採訪 但是我想問就是他們 因為其實學生照計 都是有他們的一個採訪的身份 即是譬如他們都有記者證 學生部 還有他們的學生部 是有登記註冊的 在一個報案條例那裡 所以理論上其實 他們學不學生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重要身份 重要的是 他們都是一個註冊報章的工作人員 是啊 沒錯 我們幾間大專院校 都有在這個報刊註冊處裡面 註冊了我們的新聞刊物 還有一些已經有幾十年歷史 我們都有這個校方發出的記者證 本身我們是一個官方名單裡面的註冊刊物 學生去做這個採訪 像你所說 他其實本質上 應該就是跟一個市面上的註冊刊物 是無異的 他的身份 但是當政府要去界定這個採訪權的時候 就往往用一些市面 是以商業原則去經營 傳統的傳媒那種的界定 來決定這個採訪給誰過 如果他只是用一個傳統的傳媒的原則 那變成不論是學生報 還有這些網媒 包括熱血、酸、立場等等 或者讀媒 一眾的網媒其實都是被拒絕門外 因為政府那個標準 繼續是幾十年前 一個傳統媒體 以理商業經營 還有在市面買 或者是公開一個比較大的銷售渠道 面向大眾化的那種的形式 才是給你去採訪 我們認為這個準則已經是過時 還有政府都沒有一個講法 會去以示並進去檢視一下 究竟是否需要重新界定 什麼為之是一個認可獲得採訪權的傳媒 但是這件事都由來已久 我想在官司場後 先放下了新興的媒體 即網媒 可能是十幾年前 我讀新聞系那時候 即是那時候 其實這些事情亦會有時候發生這些情況 我想問在過往的時候 其實院校 即各大院校那方面 有沒有跟香港政府 之前都有早有交涉 或者對方的回應是怎樣 其實這麼多年 全全續續都有交涉 包括我們不同的院校 會受了一些採訪 會寫信 會申請 每次都是 其實基本上那個理由都是差不多 今次他們 我們這麼多的大專門校 包括中大、深大 另外就是珠海的新聞系 我們有1、2、3、4、5、6、7位 都是搞新聞的同行同業 一起用大專新聞工作者聯繫的名義 就希望這個政府新聞處長得權 就有一個正式的回應 但是它那個回應 一方面就說很尊重新聞自由 但是也都是考慮它是否註冊媒體 但是要衡量採訪權 是否給它 它給出一個解釋 就是受到那個名額的限制 保安的要求 和一些現場秩序的考慮 基於這些考慮 它就說它是不能 就是能夠達到我們的要求 就給我們的學生有採訪權 跟著它還在說到就是說 現在政府的互聯網 和傳媒溝通的資訊 都是做到很發達的 亦都加強了這方面的服務 不論是新聞稿 它那些照片 甚至是那些影片 都不能夠被公眾去到看得到 嗯嗯嗯 它這個是一個英文信 我們都是用英文信 所以我剛才說的 那些文法上就是 可能是舊舊一些 它的理由主要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覺得這些 其實都不是一些很強力的理由 根本因為最關鍵那樣 它未能夠界定到它從什麼標準 去給一些註冊媒體入 也就是但是同時間 究竟為什麼不能夠 給另一些註冊媒體入去 那所以它說用場地 各樣用場地秩序 註冊媒體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繼續在尊重新聞署方面 是給予解釋 還有我們也是希望 跟這個新聞署長聶德權的一個會面 大家交換一下那個意見 還有就是希望它說得清 究竟它那個準則是怎樣 但現在新聞署處長是沒有回覆的 現在的署長聶德權 他都拒絕和你們會面 是嗎? 是的 沒錯 我們在想其實就是 作為一個新聞署長 他的工作在什麼呢 當然他可能會統籌 那個資訊的發放透明等等 但是除此之外 跟那個新聞界的溝通其實都很重要 包括就是對學界 對大專界的憂慮 其實都是他的工作一部份 他作為一個由納稅人 供養他的訪錄的 是 為工作服務的一個官員 但是一些很基本的溝通 他都不去做的話 我覺得他其實是 未能夠盡到他新聞署長 才能盡到公職的 現在官方其實沒有一個很… 就是這樣說 他沒有很清晰地告訴你 因為你們只不過是學生 或者是網媒 對於其他媒體來說 就禁止你了 他又沒有這樣說 只是每一次都是用一些 這些以外的理由 拒絕了這些 可能大學的媒體 或者網媒的採訪 對嗎 對 沒錯 或者將他拉闊一點點說 近年興起網媒 包括我們 因為《雨時報》其實是有登記 有登記做刊物的 我們是有報紙出的 我們都有這樣去做登記 我們都是被拒絕於門外 去到現在 在網媒這麼興起的時候 其實你又怎麼看現在這麼… 就是在網絡媒體 都這麼蓬勃的時候 如果對於政府官式訪問 會不會都… 整個生態應該怎麼看待 因為好像去到 人人都是記者 或者在很多媒體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看待 譬如採訪自由 對於官方方面 應該怎麼看待他們 是的 其實我留意到 譬如中大有兩位教授 李立峰和蘇若基 他都做過一些相關的研究 譬如李立峰教授 他就看美國國會 2013年 曾經通過一個對新聞記者的定義 究竟是不是只是傳統媒體這樣呢 包括學生或者網媒呢 那個定義就是擴闊了 就是不單止涵蓋到那個傳統媒體 另外就是台灣那方面 亦都是越來越供應那個網媒的一些採訪權益 其實整個世界發展的大小 就是不應該用那個媒體 是不是傳統經營 還是網絡經營去劃分的 根本那個科技的發展 無論你說這些官員 去看新聞的形式 我很膽敢說 如果叫他們做一個意見調查的話 他用傳統的途徑去接收 還是網絡的途徑去接收 肯定大部份的人都是用一個網絡的途徑去接收 還有新媒體對每一個人的影響 包括這些官員 他日常看新聞的模式 亦都他心知肚明 已經是善化著 不可以再欣俊 但是他們的腦就沒有跟著那個時代去走 變成一些國際開始 或者已經做了去確認網媒一些基本採訪權 將他們跟平時傳統媒體 那個採訪權益 根本就是慢慢劃成等候的時候 香港政府還是沒有那麼吵 這方面其實就是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那種顧慮 是不是覺得網媒有不少其次鮮明 我相信這個根本是完全不成立的 如果有這樣的顧慮或者理由 因為香港是資訊自由 還有第二就是 現時一些傳統媒體 你左中右 根本都是有鮮明的現場 如果你用一個人家的立場 去拒絕採訪權的話 你各個媒體 包括親建制 或者一些比較感染的媒體 都可以用不同的理由去不給他們採訪 所以我覺得政府一定要預知靜診 根本審視自己這些官員 看新聞的模式 已經知道現在的標準是過時的 剛才呂炳權有提到借助外國的例子 美國和台灣都開放給很多網媒 其他形式的媒體 都有採訪權在這裏 因為都想探討多一點 你在於 我試一下代入其他人士的立場來說 如果我任何人都可以開放 很多現在的網媒很容易 就能夠採訪自己做網媒 衰些這樣說 你便容易迫爆採訪區 或者令到管理很混亂 我想問一下 剛才有講到蘇瑞基教授的研究 或者你得識回來的資料 在台灣和美國 如果都開放採訪權之後 其實整個採訪生態 或者在做報道工作時 技術上有沒有一些困難出來 還是其實好處更多呢 如果你說具體 人家採訪區的管理 我真的沒有看到很清楚的 一些相關資料 但是從常理來說 大家看到其實傳統媒體的整個行業 是一直慢慢過渡向新媒體的 我相信不少的從業員 也是從一些傳統媒體 去到新媒體發展 而第二 資訊自由 其實是我們社會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政府應該想想怎樣配合這個採訪趨勢 甚至增加採訪的人 而不是在想到場地的限制 來去綁架一些合資格的採訪的人 其實納粹人給了這麼多錢 新媒體 他們就是有一個責任 就是想想想怎樣能夠 所謂facility到現在的採訪安排 我相信場地管理 其實有很多方式可以做的 譬如說有時很極端的情況下 譬如說場地管理的所限 譬如現在有三場官式活動 我沒有辦法派到這麼多 就是容納這麼多媒體進去 有時我們就會所謂抽籤做組織 就當是一個很擠的場合 可能只可以有三十個記者 但有五十人申請 有時這些位置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要考慮抽籤這個問題 有時更極端的 譬如說那個位置只有三個 但有五十人申請 有時就會用不同媒體的派代表 當電子傳媒可能派一個 報章傳媒派一個 網媒也派一個 大家就在各個界別人抽籤 我自己就相信其實因應不同的環境 採訪其實可以是靈活處理的 還有現在很多的網媒或者媒體 其實那個運作都是很簡便的 有時一個人就已經做了 電影和記者的工作 基本上一點都不下位 我自己覺得其實就是看政府有沒有心去做 如果有心去做 這些問題就是我們去解決 沒有心去做 這些問題就是藉口 這個大家都了解 我想尤其是在新冬寶審或者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很多 其實就算在採訪區 都有很多的吉位在 但是最後呢 可能是網媒記者或者公民記者 他都最後在觀眾區那裏 去做採訪 然後做博鳥 那甚至 又這樣說 有人說 在網上其他媒體得到的資訊 比起傳統媒體得到的更加豐富 這個也是我們客觀見到的結果 另一方面就是 今次我們主要在 在新聞系的學生 可以在做採訪的時候 希望有一個雙等的權力 也對學習是好 有一個好的學習 對於出來工作可以更加快上手 就是在行裏面 這個我理解 那就是這件事 最後了 都想問一下呂炳權 今次就去信給官方 即新聞處處長聶德權 他暫時就拒絕去和你們有會面 那我就都想問一下 會不會及後有更多的舉措 或者更多的行動 希望可以再迫使到 新聞處和你們的會面 或者有一個清晰的界定 當然最後就是可以開放採訪權 給新聞系的學生 有沒有準備有更多的計劃呢 這個我們還在談 因為始終是有這麼多的 大村新聞系的老師 一起做 所以暫時還有一些很具體的 深套階段 我想問簽署那裏 未見有樹人 以及港大的新聞系的代表 但其實他們是否都在你們的聯席裏面 其實那個聯席呢 我們也有在一開始的時候 也有嘗試找不同的 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是現在也繼續找 所以我們都會在定期的時候 會更新的 但是暫時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名單 明白,一路都進行中立 好 最後呢 都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 《月月時報》 都是得不到採訪權 我們都是有一個刊物的登記 我們呢 因為都有去到申訴專員公署投訴 你們會不會都在你們考慮 可能下一步計劃就是 去申訴專員公署投訴 可能都是在商討中 還是曾經都有這樣的計劃 有沒有呢 這裡我們就未談到 但是如果你說我個人 這樣去想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很可行的方案 也都 預期會有一定的效果 始終我們 有時候有些事情 不是說要不明不白 成本它要出來運用或者判定 它有一些所謂權限 運用它的權力 其實在我們公眾期望 它有清晰的原則 但是如果它交不出這個原則 純粹每次講幾個藉口 這個其實不符合一個政府部門 應有那個行事標準 所以你說如果你們 或者甚至我們大專界 就著這些事情去 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 我覺得其實這個政府新聞處 也都肯定需要再一步解話 但是那個告不告得入 入不入到它那一刻 真的就要去看看 不過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說的什麼保安場地 都是藉口 即是像李炳權這樣說 如果你說有沒有清晰界定 我猜都不會有 現在都在逼她 逼她的階段 是的 我們都大致有個更新的資訊 我們知道 在李炳權手上 希望日後有更新的資訊 希望日後有更新的資訊 我們可以再跟進 今早就感謝李炳權 跟我們有個訪問 其實如果他一早 其實我真的要抓住李炳權 因為在對於新媒體的發展 一些學術的探討 或者研究方面 都有機會 就是我正在做 如果有機會 真的跟一些大專界 大學級的高手 前輩 不是這樣說 我都是很門外看 因為如果你說研究這個 新媒體一些很實質的數據 中大蘇洛基和李立峰教授 我見他們說 其實都比較在行 我自己有 反而是多一些 科技和中國採訪的問題 是的 不過如果你說有關 總之可能是傳播界 或者是媒體界 不論是哪位教授 如果可以有多一些交流 對於我們 對於聽眾也更加好 希望日後可以再跟你聊天 好 多謝李炳權 今早好 多謝你 拜拜 浸會大學新聞 在那個講師 先講一下體圖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講一下洗錢的問題